很久没聊自恋者这个话题了 今天继续跟大家聊个十块钱的 要不要报复自恋者 这个呢 我之前聊过一起了 我的观点就是不要 但是我知道很多小姐妹 或者小兄弟们 就一直不能放下这个感情 就觉得她对我那么差 我应该采取行动 不然我这不就白吃亏了吗 让她那个白睡了好几年 让她坑了那么多钱 浪费了那么多时间跟精力 确实就是我也吃过亏啊 我也知道啊 就是我知道就是这种 你遭受过这种自恋虐待的人 这个行为发生变化 你就没有自信心了 然后呢你个人打交道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习惯于 把这个同理心给关上 因为你害怕被评价 然后呢你不想被暴露自己 这都很正常 但是你就是离开自恋者之后 这些症状慢慢就都消失了 如果说你总是想着 我怎么去报复那个自恋者 那OK就说明你跟他这个纠缠 还没完没了 而且自恋者最重视的是什么呀 他就是喜欢别人关注他 你如果天天脑子里想着啊 怎么去报复他 那说明你天天脑子里想的还是他 对不对 你就不能想他 你就要自立自强 你把所有的时间精力 都放在自己身上 就哪怕说你跟自恋者有个孩子 你跟他离婚了 你带着孩子 你想的不是说 怎么报复孩子这个爸爸 或者妈妈啊 就是你曾经这个自恋的伴侣 而是要过好你的生活 对不对 这个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你要是不断的再去纠缠自恋者 就是再把自己带到那个关系里面 你如果还没有强大到说 能够抵律所有的这种自恋者 给你的这个回息的诱惑 你可能 这就等于是萤火烧身了 你想报复他 结果被他再次一顿虐 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就怎么并远这种情况呢 就是你不勒他 就是你别天天想着怎么去报复他 我告诉你 你不想他的时候 他可想你了 他就想着怎么能把你再忽悠到手 或者把你再变成他的一个血包 他心思的是这个事情 你就想想 是你需要自恋者 还是自恋者需要你 对吧 你做一个血包 自恋者当然是需要你啊 他要喝你的血啊 对不对 你就不要想着他了 因为你有他没他 你都要活得好 特别是你没他的时候 你活得就更好了 因为就没有人打压你了 对吧 就没有人给你那种自恋的虐待了 你就可以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了 所以跟他们断就要断得干干净净 别想着什么报复了 对不对 你报复的话 如果说你真能得到巨大的 比如说经济补偿 比如说你能带来一个好名声 那你做的还可以 如果说你不能获得这些的话 那你报复他还纯属是浪费你自己的时间 对不对 所以希望你们都不要遇到自恋者 或者即使遇到了 要知道怎么迅速的抽身 让自己离开那个关系 彻底的迅速离开那个关系 好吧 希望大家 有美好幸福的亲密关系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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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